我以为周牧是最好的丈夫 直到 我查出白血病晚期 才发现 血液科的周医生为了让我得这个病 可真是煞费苦心 我快死了 他却威胁我要是不听话 死了也要将我挫骨扬灰 我跟周牧结婚后 身体越来越不对劲了 刚刚开始体重下降得很厉害 我骄傲地跟周牧说 再也别想把我胃胖 渐渐地 开始莫名其妙地流鼻血 吃饭的时候 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周牧察觉到了异常 立马站起来扶我 去厕所的半路上 却被我吐了一身 我有些慌乱地抽出纸 想帮他擦干净 下一秒 他夺过纸 冰冷修长的手捧着我的脸 温柔地擦着 我愣了 脑子空白 周牧有严重的洁癖 他父亲死后患上了这种病 我在医书上看到过 这属于重大打击留下的后遗症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手忙脚乱地帮他脱下外套 是错觉吗 指尖碰触的那一刻 他脸色阴沉 眼底略过一丝嫌弃 嫌弃 周牧对我会有这种情绪吗 我按下心中的一样 没有表现出来 这个阿姨做的菜不合你胃口 该换了 周牧语气里满是心疼 却没有丝毫责备我 阿姨只要稍差出错 他就会立马辞退 王阿姨才干了两个月 他老公白血病需要花很多钱 我们能不能留下他 向来对我有求逼应的周牧 一反常态 他抿了抿嘴唇 声音淡淡 够久了 什么 我不懂 愣愣地看着他 当时我觉得 他有点冷血 不通人情 后来才发现 他的慈悲都留给了别人 听话 把胃要吃了 他递来药 水温刚刚好 我假装咽下去 要被小心地藏在掌心 看着他熟练地收拾残局 最后还是忍不住叹了口气 这个房子 是我跟周牧的婚房 房产证登记在我名下 装修他亲力亲为 连家里的桌衣碗筷也不例外 人人都说 我嫁了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老公 刚结婚那段时间 我简直就跟做梦一样 周牧对我太好了 好到我怀疑自己 不配享受这样的人生 曾经的我背负着杀人犯女儿的头衔 小心翼地在学校当个小透明 只包不住火 我的课本上被红色的笔 写满了杀人犯滚出学校 他们哄笑着 给了我一把刀 带我到杀人现场 让我表演案发经过 麻绳上的血迹 让我为李隐隐作呕 最后我被逼得割腕自杀 周牧背着我跑到医院 将我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他细心地开刀我 让我仿佛抓住了生命中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后来我来看心理一生 偶然发现周琪也在这里上班 他是血液科的专家 三天两头有白血病患者的家属宋锦奇 他的号永远是最抢手的 最后连电视台都来采访他这个医学天才了 他对患者那么亲切温柔 我总是忍不住偷偷在门外偷看 那天下了一场大雨 把我困在医院 他忽然把车载到我面前 打开车门 很自然地对我说 上来吧 我送你 他说完那句话后 我觉得这雨都是甜的 后来 我们越走越近 当他向我求婚时 我义无反顾地嫁给了他 婚后 他不顾别人的看法 依旧把我捧在手心里 但我的抑郁症却渐渐严重了 周末太完美了 而我无论怎么努力 依旧千疮百孔 我偷偷把避孕套扎了几个洞 一盒用完 都没怀上 我拿着一条杠的验韵棒 待坐在马桶上坐了好久 又忍不住试了一根 结果证明不是产品有问题 有问题的 是我 焦虑让我又开始做噩梦了 梦里的那个男人 像是夜色里一头狼 棒球冒下的那双眼镜 充满了恨意与冷酷 我好疼 冰冷的刀锋在我身上游走 我从未得罪过任何人 但他好像恨极了我 我拼了命地反抗 手腕被麻绳磨破了皮 下一秒 我就像是缺水的鱼惊醒 满头大汗的大口大口的喘气 这个噩梦一直纠缠着我 我再也没办法像个正常人一样生活 医生说我得了严重的抑郁症跟焦虑症 周末每天接送我去医院 去做心理疏导 无论雨雪 也从来没有这件事嫌弃过我 我自杀过好几次 都被他救下来了 我全躯在地上 抱着双腿哭的声嘶力竭 周末 让我死吧 不要一次次救我了 你为什么要娶我 我不值得你对我这么好 周末紧紧地将我抱在怀里 他看着我咬破流血的嘴唇 弯下身 轻轻地吻了上去 他用无比温柔地安抚我 我不会让你这么轻易就死了的 当时 我觉得他就是来解救我的天使 后来想想 他可真够残忍的 为了备孕 我把药停了 鼻血居然不怎么流了 但身体很无力 连进小区的台阶 我都要歇几次才能爬上去 上完厕所站起来 眼睛一黑摔破了头 很小的伤口 却流了很多的血 我仰着脑袋 看着周末 我是不是要死了 他突然把脸凑得很近 细心地处理伤口 只是熬夜后一症 你骗我 他百度给我看 原来熬夜真的会导致这些症状 我安心了不少 但身体还是莫名的难受 带我去医院查查吧 我害怕去人多的地方 但我得养好身体才能怀孕 他轻笑了一声 宠溺地刮了刮我的鼻梁 我可是专家 你难道还不相信周医生的专业水平 周末把我抱在怀里 下巴搭在我肩膀上 手不安分地在我腰上摸来摸去 我说没有 你肯定不会有病 你的身体 我比你更了解 周末 我感觉眼眶有些湿润 在他面前 我总是脆弱的不像话 我感觉自己太没用了 什么都给不了你 还总是生病 让你担心 他轻笑了一声 眼眸低垂 我有你就足够了 可是 我想给你生个孩子 也许是没想到 我会这么坚持 他安静地看着我几秒 才将我拥入怀中 只要你在我身边 我就知足了 我们之间的关系 并不需要孩子来维护 周末似乎不想我怀孕 我想他肯定是怕失去我 产后抑郁症 对我来说是致命的 可我不想周末失去当爸爸的资格 就算他不同意 我也没有停止备孕 他将新买的柱棉熏箱放在空花盆旁边 花盆是我逃来的 可爱的孩子抱着小狗狗望着天空 表情天真烂漫 买下这个花盆的时候 我就下定决心要给周末生个孩子了 我喜欢植物 但周末不喜欢 所以家里空花盆越来越多 当夜运棒出现两条杠的时候 我满心欢喜 迫不及待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王阿姨也替我高兴 去医院查查 免的是炸胡 他给了我妇产科女儿的联系方式 我来到妇产科时 被门牌上的名字 勾起了那段不好的回忆 高怨怨 我割腕的那把刀 就是她亲手放在我手上的 把我是杀人犯女儿这件事公之于众 带头霸凌我的人也是她 我下意识将手机紧钻了起来 018号 018号来了吗 广播一遍又一遍的催促 也许是因为急于知道 我是不是真的怀孕 也许是我想早点 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周末 一向害怕接触那些人的我 鼓起勇气走了进去 高怨怨那头好看的长发剪短了 一身白大褂让她看起来平易近人 但这丝毫不能降低我对她的厌恶 她看到我也愣了 手上转动的钢笔 她的一声掉在了玻璃桌上 怎么是你 你居然嫁给了周末 为什么 我此刻才知道 原来王阿姨口中有出息的女儿 原来就是她 这是我的报告单 我不想跟她谈论私生活 我只在乎我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了 高怨怨深吸了一口气 将报告单接过去 缓了好长时间才一脸震惊的看着我 你怎么可能怀孕 当年在手术台上 你明明你不能给周末生孩子 你们怎么能在一起 她不配 她就是魔鬼 她会毁了你一辈子的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突然知道 你是杀人犯的女儿吗 够了 我不允许你诬陷我老公 我用力将报告单将她手上拿走 转身就走 陈希 你难道不想知道真相吗 不需要 周末对我这么好 当年让我遭受校园霸凌的幕后主使 怎么可能是她 以前 她一直折磨我 现在我好不容易嫁给周末 过上幸福平淡的生活 她又想摧毁 我没有坐电梯 走了旁边的楼梯 突然 手机铃声响起 我愣了一下 才接通 她从来没有在这个时间点打过电话 电话里传来让我安心的声音 是周末 王阿姨说你出门了 她声音无比温柔 仿佛只是在问我下班 要不要给我带什么好吃的 我紧紧攥着手上的报告单 鬼使神差的瞎变了一个理由 听说有家咖啡 很好喝 我出来给你买一杯 她没有说话 过了半晌才倾笑一声 买到了吗 你什么时候回家 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这么心虚 我一边想着怎么岔开话题 一边将报告单放进裤子口袋里 抬头才发现 一道冰冷的视线正居高 灵下的冷冷的注视着我 不知道看了多久 男人勾起一抹吸血冷酷的笑 眼底却寒冷一片 亲爱的 你还是那么不擅长骗人 周末带我离开时 正好碰到了高怨怨 高医生好像想找我老婆叙旧 不如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慢慢说 高怨怨下意识后退了几步 好像前面是万丈深渊 他来看妇科的 我他浑身颤抖了起来 脸上瞬间没有了血色 他欲言又止的看了我一眼 转身就要走 周末修长的大腿走去 语气平静无比 介意我旁听吗 周末话音刚落 他就吓得跌倒在地 狼狈至极 高怨怨为什么这么怕周末 明明他那么好 上车的时候 周末细心的帮我系好安全带 手碰到裤子口袋时 我紧张了 我在妇科有同事 不方便跟我说 可以找他 我抬头看着他 一时间不知道该不该 将怀孕的时候告诉他 周末 嗯 高怨怨说我不应该嫁给你 他轻笑了一声 系好安全带的手捏了捏我脸 是吗 那你后悔嫁给我了吗 我没有 我觉得我一定是疯了 周末对我这么好 怎么可能是他亲手毁了我 我怀孕了 但因为高怨怨的话 我犹豫了好几天 并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周末 他加班 我也没有发微信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日子平凡的过着 直到楼下新开了一家绿纸店 店主是个年轻的孕妈 我拿快递的时候路过 他忽然把一株绿螺递给我 你是后面小区的住户吧 新店活动 转发朋友圈 可以免费领一株绿螺 吸甲醇的 预防白血病 我对陌生人有些抗拒 但同为孕妇 似乎也没有那么抗拒 我加了他微信 转发了新店开业的朋友圈 尽管我并没有几个好友 我老公不喜欢植物 店主有些不好意思 看我快递很多要帮我拿 他好热情 我也实在不擅长拒绝别人 进门后 我出于感谢给他切了水果做果盘 他闲着没事四处看了看 你家装修的真好看 阳台也大 可以晒很多衣服 装修都是我老公负责的 提到周牧 我心里满满都是自豪 真好 不像我老公就知道偷懒 对了 你们通风了多久住的 一年吧 周牧是这么说的 但刚搬进来的时候 还是有很重的味道 你这个碗是仿陶瓷啊 我将果盘端上桌时 他认出来了 嗯 我正准备告诉他这个碗真好 不小心掉地上也摔不碎 他忽然严肃的看着我 赶紧换掉 长期使用可能会得白血病的 我昨天才看到新闻上两岁的宝宝 因为用这个碗去世了 我看你老公好像是医生 他没告诉过你吗 我沉默的看着碗 看了好长时间 长叹了一口气 我换掉了家里的所有碗碟 不喜欢海绵宝宝 吃饭的时候 周牧抬头看着我 碗里都是他家的菜 我下意识点了点头 偶尔也要换换口味 他放下筷子 看着我 忽然倾笑了一声 不听话了 他说这话的口气很奇怪 三分嘲弄 七分不悦 不悦 周牧因为我换了碗不高兴了吗 我内心的疑惑很多 却没有问出口 我去逛了母婴店 距离医生说 我不可能怀孕 时隔五年 那个夜晚 学校地下室 我被人粗鲁地撕碎了衣服 手被麻绳死死困住 他那双眼镜 让我浑身每个细胞都叫嚣着恐惧 在他霸占我的那一刻 我们那么近 一股淡淡的香味 熟悉又让我觉得陌生 我闭上了眼镜 忍受着痛苦 直到麻木 后来 我怀孕了 打胎的时候 差点大出血 死在了手术台上 我抵触母婴店 每次都尽量绕开走 今天我终于有勇气走进去了 软糯的婴儿服 那么小 那么软 幻想着孩子出事的模样 内心的阴霾 渐渐被温暖的阳光冲散 我买了很多新生儿的衣服 想给周牧一个惊喜 我正准备 我正准备给周牧发微信 好友申请谈出 是高怨怨 看到她的名字 我浑身的血液似乎都冷了下来 当年她差点逼死我 现在为什么还不肯放过我 啪 一滴血啪的一声滴在屏幕上 又流鼻血了 我烦躁的把纸卷起来 塞进鼻孔里纸屑 很快 纸团被鲜血浸红 我又换了一个 垃圾桶里带血的纸团越来越多 我卷纸球的手开始止不住的抖了起来 陈希 你不能把这个孩子留下来 她又开始发短信 我气得要把她的联系方式拉黑 你得了白血病 加我微信 我给你看报告单 我妈说你对她很好 在她最困难的时候帮了她一把 就当是我报答你吧 我要救你的命 也是为当年的是恕罪 白血病 怎么可能 周牧可是这方面的专家 她都看不出来 高院院一个妇产科的怎么会知道 或许是为了孩子 或许是白血病这个字眼 我鬼使神差地同意了高院院的好友申请 她好像怕我随时拉黑她似的 急忙给我发来了一张血液报告 我见你的时候 就觉得你脸色很不好 我把你抽的血做了化验 果然我猜对了 你得了白血病 如果你不相信我 你可以问问单子上的主治医生 王毅 王医生 周牧的同事 医术高超 而我正好有她的联系方式 答案 是肯定的 白血病晚期 就算是化疗 也活不了多久 我跌坐在满是婴儿服的沙发上 望着垃圾桶里的血纸团 久久回不过来神 我跟周牧说过很多次 很多次 周牧却从来没有放在心里 因为工作忙疏忽了我 还是她有意为之 只觉得今天的空调温度不够高 我好冷 高月月又给我发消息 我找到了给你家装修的装修公司 她说你刚装好不到半个月 就搬进去了 里面全是假唇 周牧会不知道吗 别傻了 她一直想杀了你 我把高月月删了 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事实 世界上最好的周牧 怎么可能会害我 双重痛苦下 抑郁症发作了 我坐在冰冷的地步上 抱着双腿 指甲死死地扣着膝盖上的肉 鲜血直流也没有停 当年只使高月月校园霸凌我的人是她 一步步让我患上不治之症的人也是她 为什么 我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周牧明明那么爱我 我感觉脑子快要炸开了 拼了命地上网百度 住心房 不养绿植 周牧定制的那些菜单 访陶瓷碗都是导致白血病的直接元素 不对 这些应该都是意外 直到王毅告诉我 我平时吃的根本不是胃药 而是会导致白血病的乙霜 骂磷跟绿酶素 我整个人都快疯了 五脏六腑被无数把刀刺得疼 我不敢相信周牧的爱一场精心谋划的阴谋 但又深深地相信周牧是真心的 我揪着头发 拼命让自己冷静下来 直到有一双手轻轻地将我搂在怀里 周牧回来了 他身上带着带着外面素冷的寒气 消毒水的味道驱散了空气中的血腥味 我发了风一样地扑在他肩膀上咬了一口 他闷哼了一声却没有制止 我红着眼眶问他 你哼我吗 如果要我死 为什么一次次救我 周牧眼眸低垂看着我 没有出声 我这才发现他真的好陌生 他看我的眼神 跟那一夜的男人好像 眼底都充满了磅礴的恨意与冰冷 周牧 你告诉我 为什么放开我 周牧以一种粗鲁的方式要了我 没有往日的温柔 仿佛我只是发现欲望的工具 这一刻我很害怕 很想告诉他 我怀孕了 但他的眼神中只有憎恨 这一夜那么长 无助 凶残 让我深陷恐惧之中 我坐上了飞机 身体剧烈的疼痛 正不断地提醒我 昨晚周牧的暴行 我对他产生了巨大的恐惧 那个最爱的周牧 如今已经陌生地 让我害怕 他为什么会恨我 要我死 为什么救我 当我出现在周牧妈妈家的时候 他愣愣地看了我半天 那眼神好像在透过我看别人 但很快便相信 我是周牧的妻子 其实周牧给我的家庭住址是假的 我在寒风中找了很久 鼻血染红了整条围巾 无助 恐惧 让我快要呼吸部了 后来 我想起来 周牧曾经用我的手机 买了一件中年女士套装 我觉得上面的地址很熟悉 才找到他正在的家 周牧妈妈只有60多 但头发全白了 他给我的感觉很亲切 仿佛我们已经认识了许多年 周妈妈热情地让我住几天 误以为是我跟周牧吵架了 他给周牧小时候的房间收拾出来给我住 我将手机放进床头柜 一个隐秘的小抽屉的时候 整个人愣了一下 这个房间的布置 我很熟悉 半夜睡不着 我好像看见床底下爬出一个小男孩 他笑嘻嘻把头搭在床边 嘻嘻 你又没找到我 我伸手去摸 又很快消失不见 我想 我肯定是又出现幻觉了 周牧这孩子 不懂得体贴人 你可不要往心里去 你想住多久 就住多久 我不会让他来烦你的 周妈妈将我搂在怀里 她的怀抱比周牧的暖 她有些哽咽地说 都是阿姨对不起你 愧疚 因为周牧吗 她自责的样子 让我心里好像堵了什么 你没有错 我拍了拍她的后背 你是她母亲 仅此而已 晚上 周牧的电话来了 我知道她回到家看不到我 肯定会打电话 但她的语气太平静 让我有些意外 出去玩了 我沉默了片刻 嗡了一声 散散心 嗯 早点休息 她的嗓音淡淡的没有任何起伏 说了句晚安后 电话就挂了 第二天双十一 周牧照常给我清空了购物车 她像往常一样关心我 叮嘱我不要感冒 再来好好照顾自己 温柔得好像那晚的人不是她 精心策划让我患病的人也不是她 我问周牧父亲的事 周妈妈脸色大变 找借口走了 左林又是说 她父亲被人杀了 周牧亲眼目睹 我心似乎被什么撞了一下 那时候她才十几岁 在一个孩子面前 杀死她的父亲 是多么残忍的事 但我心里忽然出现一个恐怖的画面 就像是一张巨大的网把我罩住 让我浑身发抖的扶着墙才不至于跌倒 直到电话又响起了 事情都查清楚了吗 声音近在咫尺 我没有回答 盯着门 她好像撂定了我会沉默一样 低笑了一声 听话 把门打开 我有个好东西给你看 你不是一直好奇我为什么这么对你吗 今天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 望着面前的门 我感受到了无比恐惧的压迫感 我觉得 我还是爱周木的 哪怕她一步步让我堕入深渊 我还想给她一个辩解的机会 我颤抖地打开门 我以为我会知道真相 但我没想到 迎来的确实更大的打击 周木戴着鸭舌帽 眼神没有任何温度 像极了我噩梦中的那个男人 那一瞬间 我感觉浑身的血液全部冻结 我赶紧将门关上 但刚握上门柄 整个人就被狠狠推到床上 衣服撕碎的声音 床板摇晃的声音 还有她那如恶魔般的嗓音 当年你也是这么不配合 我已经还原了一切 你怎么什么都想不起来 打胎的时候 我还特意做了点手脚 让你这辈子都当不了母亲 像你这种人 不配自由自在地活在世上 好疼比上次更疼 我拼了命地挣扎 想要喊 却被她死死地捂住了嘴 她要了我很久 腰开始剧烈地疼痛 我感觉有股温热的液体 正在流淌 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 我真的好怕 她失去腹中的孩子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她才停下 黑暗中 我红着眼睛 看着她冷笑的样子 眼泪止不住地流下 曾经 我以为她是来解救我的天使 现在才发现 原来恶魔一直就在我身边 你怎么又哭了 周末捏着我的脸 她折磨我 笑容依旧那么温柔 别这么快就被打倒 好戏还在后面呢 她拿出手机 视频里的人是我的父亲 我不知道她怎么会有监狱里的监控 头发已经花白的父亲直直地倒了下去 下一个画面 人已经被推进了停尸间 我感觉自己快疯了 恐惧充斥着浑身每一个细胞 已经感受不到任何痛苦了 脑海中的画面渐渐清晰了起来 亲眼看见父亲死 是什么感觉 心痛吗 她把我脸捏到变形 饶有兴趣地打亮着我脸上的表情 我死死地盯着她 这个表情就对了 她好像很满意 轻笑一声 这一切都是报应 现在 她在我耳边低语 如同恶魔 我们都没有父亲了 她忽然低头吻上了我的唇 动作温柔 这个吻像急了她跟我求婚的时候 但我却颤抖着推开她 是我 是我 我像疯了一样从床上掉在地上 我惊恐地看着自己的双手 明明什么都没有 有一个瞬间却充满了鲜血 很多声音同时在耳边响起 嘈杂 尖叫 撕心裂肺地哭喊声 直到有个小男孩出现 哭着喊了一声 爸爸 周围瞬间安静了下来 我红着眼镜抓着周牧的衣服 整个人抖个不停 杀人的那个人是我吗 想起来了吗 都这个时候 周牧居然还对我笑 你这个杀人犯 他的声音很轻 却像是来自地狱的召唤 我脑子疼得快要炸开 像是被人用斧头劈了无数刀 周牧的模样跟我噩梦中男人的脸重合 那双眼镜一模一样 我一直以为 我怕的是上学时 在地下室夺走我第一次的周牧 实际上 我恐惧得在我儿时 差点强暴我的周爸爸 我们小时候是邻居 周牧爸爸是家暴男 久而久之 周妈妈渐渐跟我爸爸走得越来越近 周爸爸为了报复他们 将我骗到荒废的石洞里 用麻绳绑住了我的手 开始撕碎我的衣服 他一边脱衣服 一边用刀威胁我 不听话就杀了我 那个山洞好黑 我好怕 我使出全力挣扎 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周牧爸爸已经倒在了血泊中 年幼的周牧 呆坐在洞口 他红着眼眶大喊了一声 爸爸 我手上的刀掉在了地上 手上沾满了鲜血 周牧永远都忘不了那一幕 他从始至终 都知道 我爸爸不是杀人犯 他知道 我才是 周妈妈以死相逼 他才不得不处心积虑地接近我 折磨我 再悄无声息地杀掉我 知道自己是杀人犯的滋味怎么样 他似乎很满意我的表情 居高临下地捏着我的下巴 力气大的 我感觉骨头快碎了 为了治好的创伤后失忆症 我带你看了那么多心理医生 现在你终于记起来了 周牧 你爱过我吗 哪怕一秒 我艰难地开口 一字一句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周牧倾笑了一声 你觉得你配吗 是啊 我不配 我早就应该死在那个山洞里 死在那个肮脏的夜晚 身下的血越流越多 我感觉自己好冷 跟那个晚上一样冷 疼痛也麻木了 也好 你记不起来也好 我摸他脸的手垂下 意识渐渐模糊 最后一秒 我仿佛看见了周牧来救我 但我看了看 自己满是鲜血的手 显得他的手那么干净 没有伸出去 你怎么会怀孕 恍惚中 我听见他的声音是颤抖崩溃的 我死了 死在了周牧的手术台上 他好像也不高兴 从始至终 我好像都没办法让他真正的开心 他面无表情地威胁我 陈希 你要是不听话 死了我也要将你挫骨扬灰 你怎么配这么轻易的死法 你还没有把孩子生下来 他是我的孩子 他面色阴沉地抢救 旁边的仪器一条直线 他却没有停下 他的袖口被我鲜血染红 我想帮他擦一擦 但手却穿了过去 这一刻 我的心是悲凉的 原来 死了也会难过 原来 他也会难过 恍惚间 我想起周末背着割腕的 我奔跑时的样子 我趴在他背上 感觉很有安全感 我没有告诉他 他身上有骨淡淡的香味 就像是只子欢的香味 那个漆黑的夜晚 我被强暴的时候 我也闻到了 也许是因为这个 当时我并没有那么害怕 警察问我有没有什么线索的时候 我没有说 我不敢相信 那么温暖的周末会恨我 我好怕孩子生出来 警察会顺着DNA找到当晚那个人 偷偷把孩子打了 好疼 我流了很多血 昏迷之间 我好像听见了周末的声音 很轻 就像是幻觉 别让他有怀孕的机会 剧烈的疼痛 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 但更让我恐慌的是 我不知道周末为什么会恨我 就在我想 如果真的死 周末会不会高兴的时候 他开始出现在了我的生活中 他事无巨细地照顾我 哪怕护士都说我脏 年纪轻轻就堕胎 他还是向我求婚了 我高兴坏了 这可能是我这么多年最开心的事 自从我跟周末在一起后 每次看到他的眼睛 我都会做噩梦 焦虑症越来越严重 每个夜晚都非常痛苦 我有很多次 想自杀 但周末说 他不会让我这么轻易死 为了他 我愿意努力活下去 哪怕 最后万劫不复 后来 我们结婚了 他说他早就将婚房装好了 以后这就是我们幸福的小窝 他说已经通风了一年 但浓郁的香水味 还是难以遮挡家具散发的刺鼻味道 我喜欢海绵宝宝 他就买了许多海绵宝宝的仿陶瓷碗 我有时候吃饭 会一直盯着碗 他摸了摸我的头 这么喜欢 我回过神来 嗡了一声 默默地关掉了他背后的静音的电视 新闻里几家导致白血病的仿陶瓷碗的工厂被警察一窝端了 他不喜欢绿植 将我养了五年的多肉扔了 我胃病犯了 周木从医院给我带回来了药 我看着从胃药瓶里倒出来的白色颗粒 整个人愣了一下 周木问我 怎么了 我抬头冲他笑了 好苦啊 周木将事先准备好的蜜糖放在我手上 吃这个就不苦了 我听话的点了点头 其实 他不知道是 我自学了一点医术 虽然有点皮毛 但足以看出 他给我的药并不是胃药 我渐渐感觉到了身体上的无力 偶尔会故意让阿姨们犯一些错 周木很快将他们辞退了 我开始看白血病方面的医术 鼻血一滴 一滴的滴在书上 染红了其中一条 产妇是白血病 孩子有很大可能性是健康的 我要是死了 周木会记得我吗 午夜梦回 他会忏悔对我做过的一切吗 我来过他的世界 为什么不留下点痕迹 万一 哪天他什么都想起来了 可惜 我最终还是没有保住那个孩子 出病的那天 周木好像老了很多 整个人很憔悴 头发也白了几根 曾经最爱干净的他 衣服上已经沾满了泥土与草屑 他坐在我的墓碑前 冰冷的手一遍又一遍的擦着我墓碑上的照片 我惊讶的发现 那是我跟周木的结婚照 那个时候的我 笑得可真开心啊 当时 我觉得我是这个世界最幸福的人 但照片里的周木 却没有笑 过往的一切在脑海中闪过 我感觉心像是被刀刺的痛 人都死了 怎么还会疼 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 周木在我坟前喝了很多很多酒 他不满血色的眼睛正恶狠狠的盯着我 我吓了一跳 有那么一瞬间 我以为他可以看见我 晨曦 我以为我是残忍的 原来 你才是 你一直都知道的 对不对 为什么这么傻 我不值得你为我做一切 该死的人 应该是我 周木将削好的苹果放在我面前 挽起了袖口 他眼神空洞的看着我 声音轻的似乎可以被风吹散 这些都不重要了 你那么胆小 一个人在下面怕不怕 不许死 你得好好活着 我要你每时每刻都记住 是你害死了我 我父亲为了你 连死都没有得到自由 我拼命想夺下刀 但却什么都阻止不了 一直都是这样 凭什么 我这一生 我父亲的一生 都被他彻底毁了 他却能这么轻易的解脱 他没有这个资格 我爹坐在地上 身体好像从来没有这么轻过 我累了 周木 放过彼此吧 你别来了 我不想再看见你了 周木轻笑了一声 闭上了眼睛 真是可笑 这些年 我到底都做了些什么 冰冷的刀贴上他的手腕 一道血印瞬间显现 周木 这辈子你欠我的 你余生就应该在后悔和痛苦中活着 你不配这么快就死 我能感觉到 一阵风在周木耳边吹过 他动作僵硬了一秒 我愣住了 他听见了吗 我还没来得及松口气 鲜血染红了他的衣服 我眼睁睁看着 什么都阻止不了 他嘴唇苍白地靠在我的墓碑旁 一滴泪顺着他的脸颊滑下 滴在了我手上 巴搭一声 将我的心又滴乱了 我做了那么多 为什么 还是什么都改变不了 那个漆黑的山洞里 有个年幼的孩子挡在我面前 鲜血从刀上滴下来 他浑身颤抖着山洞里回荡着他大口大口喘息声 瘦小的被 却让惊魂未定的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那个时候的周木 被倒在地上的尸体 吓得脸色苍白 快走 我夺过道 颤抖着将他推出洞口 叮嘱他 这件事 谁也不要说 他走到洞口时 大喊了一声 爸爸 然后彻底地倒在了地上 从始至终 患有创伤失忆症的人 不是我 是周木 周木为了我 失手杀了他父亲 周妈妈恳求我父亲救救他 他替周木坐了牢 我眼泪止不住地落下 浑身抖了起来 好冷好冷 冷得好像要被冻结 时间到了吗 我要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吗 下一秒 有人从后面将我抱在怀里 他的胸膛驱散了寒冷 周木低沉的嗓音在耳边响起 还是那么温柔 出来 怎么不多穿件衣服 很可怕 就有了 现在 有了 太快 大上 大上 第一 没有 这么过 降